中天神秘五十二区 两个月就写下一书 因此有人说 其实陈静怡早就算出自己 结束难逃 只是天命难违 她也无能为力 李小姐是一个非常非常保守的女孩子 非常传统 那么她很重视婚姻 把这个 就是说婚姻大事看得非常重 那这种女孩子呢 是一旦结了婚呢 绝对死赖着不离婚的这种 你要有心理准备 民国八十年代 家喻户晓的节目 《非常男女》 请来星座专家陈静怡 以占心术帮男女配对 她长发翩翩 外形亮丽 加上深入浅出的分析能力 让她一夕爆红 电视节目广播主持 连出版的星座书籍 都是畅销榜上的常盛军 但她的私生活 更引人好奇 毕竟也碰到一些人在问我有关于静怡的问题 大家说 那你们那个灰少男女 那个星座专家 她结婚了没有 你结婚了没有 静怡结婚没 那给我们一个机会 我们也帮你速配 好不好 我总觉得她蛮神秘 因为常常会问她 静怡你是什么星座的 她都不太说她什么星座 所以我们也没人知道她什么星座 也不知道她今年几岁 也不知道她有男朋友 我就说 到底有没有男朋友 她的回答是说 她说有一个朋友 可是她也不是很确定 是不是男朋友 我说那这话怎么讲 她说没有啊 只是大家好像只是在初步的 试着去相处 然后所以这是我们唯一知道的 因为她很少谈她自己的事情 直到86年12月14日 陈静怡被发现 陈师在台北市金山南路住家 她躺卧睡床 睡袍沾满鲜血 身上有多处刀伤 已经弃绝多时 研判是三到五分钟之内 立刻死亡 她刀刺入的深度 大约有十到十公分 所以可见那个 这一刀是非常下手 是非常的重 有了抵抗了 仍然还要刺 目前看来 研判出来是有杀人的犯益 陈静怡的神秘面纱 在她死后一一被揭露 出世那年她33岁 有一个大她9岁的男友李正克 这位有妇之夫 正是痛下杀手的亲密爱人 因为感情上的纠纷 所以说她当时很生气 就在出房拿了一把胸刀 从死者的背后刺了一刀 陈静怡毕业于文化大学音乐系 在成为偶像级的新作专家之前 是一位教了十几年钢琴的资深音乐老师 20岁那年她投入命理学 陆续到德国 瑞士和美国进修占星术 后来在报纸写新作专栏 更在电视展露头角 开始爆红 男友李正克是便利商店独岛 82年和陈静怡相识 两人越走越近 发展成为男女朋友 但她的已婚身份 让陈静怡始终无法对外公开练琴 静怡也会跟她去pop 甚至到disco去玩 常常会坐在那边 一个人喝酒干嘛 好像我总觉得她有点心思 但是不晓得她到底是什么事情 有一次我送她回家 那天录完营以后送她回家 所以才在车上聊到一些 然后她就有讲到 她说对啊 她说哎呀 台湾的男生 就是好像觉得都不太适合她 她说因为她在国外的时间蛮久的 她觉得台湾男生 好像不然呢就是很大男人 不然就很有依赖感 年纪过了三十大关 陈静怡已经是全国高知名度的新作专家 她开始思考未来 男友的已婚身份 更让她决定从这段婚外情中抽身 进而提出分手 其实情杀案有机可循 陈静怡提出分手后 李正克开始跟踪她 发现有其他男子开车接送 她甚至曾偷偷爬窗 进入陈静怡卧房 拿安全帽殴打她 后来李正克又再度潜入 窥探她的私密日记 这才发现陈静怡似乎另有心上人 几度失控 我是劝静怡说赶快把锁换了 至于搬家其实都是后头的事情 就包含在我以内 我想她心里如果她还在的话 她自己都没想到会这么严重 因为我们都把她当作是一个 感情的牵扯跟纠葛 我觉得静怡有 她有跟我说到 她有考虑接受新的恋情 来不及搬家 来不及躲过死神 在一场争执当中 李正克情绪失控 冲动杀人 命案发生后 警方在陈静怡房间找到 案发两个月前写下的遗嘱 有人认为陈静怡精通占心术 她可能早已算出自己结束难逃 但是天命难违 她也只能接受 陈静怡的例子 她自己知道自己有喜光 知道自己有感情纠纷 比她常常在跟人说两性的时候 她难道不会知道相处 知道她硬硬知道 但对方的状况是控制不住的 也有人说 密理专家因为经常泄露天机 也吸取太多负面能量 容易导致恶灵趁虚而入 倒霉事跟着上身 你以命理为业 就是告诉了你算的对象 他本来不应该知道的天机 比如说他本来应该遇到一个祸 他从命案上看 应该遇到一个祸 可是你告诉他遇过了 那请问如果我们说 命运是上天给的 我安排好了 那请问这个货要谁单 你告诉他 你单 几乎是同期在电视上走红的 新星王子说 陈静怡的太阳星座在金牛 月亮在处女 李正克太阳是双鱼 月亮是金牛 他直言 两个人从命盘上分析 本来就不适合 因为男生是阳的 女生是阴的 那可是呢 现在变成 女生的太阳 站在阳的位置 而男生月亮 在金牛都站在阴的位置 所以两个位置站反 所以也会造成 陈静怡的强势 在两个关系中的强势 命理之说 多数穿凿附会 也有人视为无稽之谈 就走进你安排的将军 陈静怡曾自笔是一朵苦练花 她生前最喜欢的歌曲之一 是王妃的棋子 她知道自己的命运 想要挣脱 却又无能为力 我像是一颗棋子 来去却不了自己 如果对照陈静怡的际遇 与这首歌的歌词 她虽然知道人生运途 有如错综方格 但她终究不是掌控全局的棋手 而只是一颗被摆布的棋子